2020年10月30日 成年期第三十周星期五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牛吊在井里 在安息日这一天 不立刻拉他上来呢 分享 耶稣说良善是需要以行动实现出来的 没有行为的信的是死的 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患水骨症的人 并教训那些执守法律条文而没有爱得的法学士 即法利赛人应从事天主早已赐给人的侧隐之心 关爱敬人 这才是天主的子女 我们该如圣永第111篇中的艺人一样 就查天主的伟大功成 效法他的慈爱 我们爱得日渐要增长 认识真理 明便是非 生活圣洁 赖耶稣基督 封圣地结出异得的果实 为光荣赞美天主 天父 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德 望德和爱德 使我们爱慕和遵守你的诫命 获得你所许莫的救恩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尔门 罗碧晨 阿尔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